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已显示中国有意愿缩减贸易顺差 中国高调举办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 但据法新社报道 中国贸易战敌手美国也刻意冷落这场吸引若干国外领导人的盛会 有外国商界人士私下批评这场活动 不过是为了转移外界注意力 好让中国延后移除保护国内市场的贸易壁垒 报道说 习近平是否会及这个场合宣布新的改革计划 目前尚不清楚 但北京坚称 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已显示中国有意愿缩减贸易顺差 习近平称这场盛会不是一般性的会展 而是中国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誓和举措 此外 这场将于11月5日至10日举行的博览会 还向外界发出另一项讯息 中国如今正从出口型国家 转变为以14亿人口的消费力为基础的经济体 其他国家如果想分一杯羹 就得乖乖配合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说 这是中国在说 我们是个越来越重要的进口市场 欢迎与我们打交道 刘胜军说 但如果你想打贸易战 那我们就与其他国家做生意 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办单位表示 来自130国与3000家外国公司将共襄胜举 包括通用汽车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 微软公司 三星 沃尔玛公司 特斯拉汽车公司 及富士康 社群媒体拒播脸书 及网络搜寻龙头谷歌 也将钱去捧场 法新社说 中国已封锁Facebook 而Google多年前 因北京进行审查及网络攻击 而退出中国市场 但外界认为 这两家大公司 已虎视眈眈的 锁定新途径 想要进入 这庞大的市场 报道指及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 亲自力推这场博览会 外国商界 及外交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积极招募与会者 但有些人说 他们之所以出席 主要是为了取悦东道主中国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也将出席一场商业论坛 但如今美中因贸易局域而关系紧张 在此敏感时刻 美国极少大厂牌的高层人士 愿公开表态将出席这场盛会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曾表示 美国没有计划派出高阶政府官员参加 并呼吁北京采取具体措施 为美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他说 中国必须进行必要改革 结束伤害全球经济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报道说 中国外交部则反驳指出 一边要求进入市场 一边冷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极其矛盾且难以理解的行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发表小山的报道 题目是 全球网络自由再倒退 中国劣罪不自由 却受膜拜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1月1日 发表最新的网络自由报告 显示全球的网络自由度连续8年下跌 该报告只愈来愈多国家仿效中国 利用控制互联网打压意见 巩固政府权力 美国的网络自由度也下跌 报告同时批评网上散布虚假资讯 及肆意收集用户个人资料 愈来愈荼毒数码空间 中国被列网络最不自由国家 据东网今天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认为 全球网络自由度再下跌 自由之家今天发表名为 数码威权主义的崛起的报告 调查了65个国家从去年6月至今年5月期间的网络自由度 当中评定中国为不自由国家 以88分包围 伊朗及叙利亚则以85及83分 位列为2、为3 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 Michael Abramowicz表示 民主国家在数码时代挣扎 而中国正向外国输出其网络监控模式 以及控制国内外的资讯 形容此举危害网络开放及全球的民主前景 该报告又指 中国在36个国家举行有关新媒体及资讯管理的训练及讲座 是用数码威权主义训练世界 同时提到中国要求企业停止传播售封锁资讯 更指部分维吾尔族人因非暴力的网络活动而被拘留 同时直言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新建通讯网 令有关国家的情报有外泄机会 报道指该报告发现过去一年 至少17国以打击假新闻为由 批准或提议立法规管网媒 18个国家则以加强监控等方法 获得不受限的数据访问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小安的报道 题目是 资中军说什么了 微信号遭屏蔽 中国著名国际政治历史和美国研究专家资中军 9月24日透露 他的微信号被屏蔽 资中军的言论观点为何不能在中国网络上自由流通 资中军到底发表过哪些触及中国敏感禁区的言论 让我们欢迎资中军先生 这是资中军应邀演讲片段 演讲主题是全球化格局 在中国把女士称为先生是一种尊称 资中军是中国被称为先生的少有的一两位女士之一 资中军曾担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究所所长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近年来他著书力说 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 被看作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 他近年许多有关教育民主自由的言论被网友追捧转发 有人说他是爵士才女 也有人说他是老愤青 资老是个说实话的人 在当代 资先生的风度挤成绝版 资中军先生我的偶像 中国最优雅之性的女性 资中军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比较深刻 资中军先生讲得这么好 这么明白 为什么中共听不下去你 这些都是新浪微博和美国YouTube网站网友的观点 这段音乐来自资中军钢琴演奏会视频 资中军出生于1930年 今年已是88岁高龄 资中军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做过毛泽东等人的翻译 是一位成功体制内人士 这是县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教授 夏业良教授曾任教于北京大学 认识资中军已经将近20年 增多次一起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在夏业良教授看来 资中军是一位有独立判断的学者 近年来讲话尺度比早前放宽 资中军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大学和机构担任研究员 学术和文学著作丰富 代表作包括20世纪的美国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等 1996年资中军退休后 担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等职务 晚年的资中军更活跃地出现在公共视野中 他有关世界政治国学教育 甚至他80岁还开钢琴演奏会的演讲视频 被许多网友转发 曾获得腾讯网2013年度时代执行者称号 资中军微信号被屏蔽 今年9月24日资中军在微信号斗士天下开篇制读者文章中表示 我的同名公号被屏蔽 引起许多读者关切 还有人问资老师是否还活着 现在可以告慰朱军 我安然无恙 毛发未损 只要一息上存 总不能停止思考 而表达的欲望是人的本能 因此他新开微信公共号斗士天下 他在斗士天下微信号发表的最新一篇文章跟冷战历史有关 新浪微博用户Rick夏华线是10月12日发帖透露 曾与资先生长谈两小时 该微博用户说88岁的资先生满头银发 但精神绝朔 思维活跃 走路活动都显示出良好健康的状态 虽然已被部分禁言 公众号自中军不能更新 但另一公众号斗士天下却能更新 可能是因为关注者较少一些吧 其他方式的打压倒是没有 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出去演讲 邀请者众多各类机构组织都有 只能有选择的答应 不仅自中军微信号被屏蔽 我们网络搜索也发现 新浪微博等网友转发的自中军部分演讲视频 和文章观点受到限制 无法打开 也就是说 自中军的言论观点不能自由在中国网络和移动平台上流传 下面来看看自中军曾发表过哪些触及中国官方敏感言论禁区的观点 由于自中军声明网上有很多伟茂他的名字发表的假文章 我们今天主要为您回顾他的演讲视频片段 自中军谈普世价值谈宪政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西方国家推崇的普世价值 但是自中军并不忌讳谈论普世价值这一敏感话题 为什么普世价值有这么多不同看法 就是所谓中西东西给搞的 我觉得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独有的 这个声音片段来自美国YouTube网站视频 是自中军以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讲的话 既然宪政 我们已经承认必须有宪法 我们建国有宪法 这种你可以现成的东西 可以拿来 为什么不拿来 这是美国YouTube网友转发的另一个自中军视频采访 自中军在视频中提到 中国制度改革的历史至少应该从1840年开始算起 他希望中国在宪政普选方面向前走 自中军谈爱国 我们网络搜索发现 新浪微博网友转发视频 自中军先生谈爱国 链接已经无法打开 谷歌搜索到的该视频腾讯网链接也无法打开 我们在美国YouTube网站上找到这个视频 这是自中军87岁时所做一个演讲 他说 爱国首先是爱民 国家是干什么用的 是保护人民的 是保障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能够求得生存和幸福的 如果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人民的幸福或者是害民 那这个就不能够叫爱国 这个名不是一个抽象的人名 我们常常用抽象的人名来代替一个一个真正的人 说我这是为了人民 但是剥夺所有的活生生一个一个人的生存权 这个也是不对的 自中军认为 爱国应该爱一个民主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文明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设计这个核心价值观里头 他不光有爱国和富强 他包括了民主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还有文明 如果没有这些 你要是越来越野蛮 用野蛮的办法治国 那就是不行的 自中军谈中国模式 自中军在2011年经济年会演讲中 对美国和中国的形势各自进行了分析 谈到中国时 他说 中国和美国完全面临不同的发展阶段 美国和欧洲是带有后现代性的 中国还没有完全现代化 是一个畸形的发展的社会 自中军提到 中国近3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 但面临的问题也多如牛毛 他提到了其中的三个问题 一个是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二是腐败丛生 难以遏制 三是贫富差距加剧 社交矛盾尖锐化 自中军还曾批评中国教育势力力化 导致人精神退化 他也担心年轻人被虚假历史所蒙蔽 自中军是否被约谈过 刚才我们提到 自中军谈爱国时说 要爱一个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国家 这种观点受到中国毛派学者的反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茂仁在微信上发表文章 批评自中军把西方普世价值看成高于一切的价值观 说他的价值观不分是非 与毛泽东主义爱国观不符 10月14号 网上微信文章透露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书记约谈自中军 说他犯了三个错误 一个是宣扬党史造假 二是鼓吹宪政 三是在炎黄春秋杂志的会上说中共十八大没有新东西 只有两点与以往不同还是倒退的 海外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之后 自中军信微信公共号都是天下发表编制案说 近日网上又传言资先生被约谈 以及资先生的所谓六点逆耳之言 这一伪座几年前就已出现多次 资先生也已不止一次辟谣 资先生委托小编再次声明 这些都不是事实 他生活活动照常 请朋友们放心 也从未发表过那些言论 虽然自中军进行了辟谣 但是夏叶良教授表示 领导约谈自中军以前是发生过的 因为他是党员 因为要进行言论控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宁恋苗子的报道 题目是 白宫松口了 惩罚性关税并非铁板钉钉 围绕美中贸易冲突 萌生缓和希望 美国总统川普经济顾问 日前10月31日 接受采访时的若干表态 有可能让市场松一口气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并不认为美中贸易冲突 一定会继续升级 他周三在接受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增加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并非铁板钉钉 他称 川普总统还曾明确说过 若能与北京领导人达成善意共识 还可取消大量关税 峰会上达成了不起的交易 一般预期 川普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在阿根廷首都布衣诺斯艾利斯的G20峰会期间会晤 会议定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召开 库德洛称 这会是一次很好的会谈 川普本人此前也在接受一次电视采访时说过 他期待着和中国达成一桩了不起的交易 美国迄今以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特别进口税 约占中国对美出口的一半 作为报复 中国已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特别进口税 川普总统多次威胁对来自中国的全部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 他要求北京领导人扩大市场开放 终止国家补贴 有效打击技术剽窃行为 数月来 美中贸易争端已导致全球股市走低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 out rude out horse out小银 out小铺 out vigil out quantitat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